在台灣最常見的神明 應該就是土地公了 庇佑箱裡 還有替信徒招財等等 大家常常聽到 都知道拜土地公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有聽過 土地公顯靈救人嗎 這段神蹟就發生在 桃園南崁的一座土地公廟 當時有一名工人 他在10米高的櫻架上面 在修屋頂 突然他往下一看 怎麼有一個男生 躺在地面上呢 到底是誰 揉個眼睛想看仔細 結果發現 躺在地上那個人 長得也太像他自己了吧 怎麼搞的 下一秒他還來不及反應 整個人就從櫻架上面摔了下去 當場是頭破血流 這個傷勢很嚴重吧 可能是要收養很久的 但是說也奇怪 短短兩天而已 他就出醒下床了 還說是土地公救了他一命 大樓廠房林立的桃園南崁 金國特區 一旁的公園小角落 處理著一間土地公廟 雖然佔地不大 香火卻忘得很 善男信女落意不絕 那早期的話 因為這些我們的一些先民祖先 在耕榮的時候 他們都習慣在整個一個 幾個田耿的當中 來樹立這個參陶宮 以前所謂的參陶宮 我們變州里這邊將近20座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土地公廟 從早期被農民 供奉在田野間的石頭宮 到後來升格被立廟參拜 其實這裡的土地公 一路顛沛流離 搬過好幾次家 或許正因為如此 他特別接地氣 頻頻顯神蹟 到底怎麼一回事 這一位前程參拜土地公的信徒 葉先生是知名的企業負責人 也是土地公神蹟的見證者之一 當年因為信福路 就前面這一條30米大島 是因為說要勢力充劃 所以說這個土地公的守在地 剛好正中路中央 所以被一定要拆除 多年前土地公廟還在另一處舊址 遇上師父土地重劃 要福德政神被迫當起流浪神明 當時的廟公求助葉先生 他二話不說仗義相助 這一大片用鐵皮圍起來的土地 以前是一間大工廠 而土地公那時候就被信徒 請到了廠房裡 被供奉在一個不起眼的小角落 我是說你土地公 既然在路中信福路上面 你必須一定要牽你 你就直接牽在 我剛好在信福路旁邊 就是純粹說你土地公要進來 我很歡迎就這樣 就沒想到說發現這些事情 什麼事讓葉先生如此驚恐 原來當時供奉土地公的工廠 年久失修 不得不找工人處理 因為那是一個比較破舊的老工廠 大概40年了 鐵皮高度大概差不多10米 大概10米左右 常常漏水 所以我就找師父 我們裡面的師父 上去10樓翻修了 這名工人修著修著竟然 他是在上面10樓的上面 然後往下看 看到說地上好像躺著一個人 什麼人躺在地上 他在仔細看的時候自己就掉下來 從10米高樓梁上摔了下來 怎麼得了 掉下來的時候我想完蛋了 因為下面是RC 就是水泥的土地 結果砸下去 因為我就直接送到陽明勝醫院 當時這名工人頭破血流 情況非常危急 直接在轉送長庚醫院 在長庚醫院急診室的時候 在等待生命指數上來 才要急救 因為要好幾個科室會診 沒辦法就在那邊等 好像腳 手也都有斷掉 有受傷 很嚴重 臨時聘請來的工人躺在加護病房 性命垂危 該怎麼辦 葉先生擔心到一度失眠睡不著 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 竟然會有奇蹟發生 隔了兩天打電話給我 說他好了 我下來一跳 趕快去醫院一看 我以為他是完整要出院了 結果是真的身體好了 哪來這麼神奇的事 傷重到差點沒醫院肯救治的工人 竟然兩天就能出加護病房 怎麼可能 他跟我說 掉下來的時候 有一個老人 扶鬚很長 幫他扶著 放在地上 然後其他的事情 就都不知道 奇怪 長虛老人是誰 工廠裡明明清一色 都是壯年男丁 從沒見過什麼 胡適很長的老翁 葉先生滿腹疑惑 卻都找不到這一位大恩公 但事情就是這麼玄 等了一個禮拜以後 他出院來看 原來就是這個土地公 他發現說完全一樣 就是他我掉下來的時候 從十樓的高度掉下來 快著地的時候幫他扶著 放在地上 真的假的 那一位扶工人一把的 竟然就是土地公 難道真是他顯靈嗎 有時候來講 天機也不可洩漏 也不可以明講 所以獻了那個像給他看 就提醒他注意 但他那也跌了下來 那跌下來之後 就有看到一個白髮的老翁 去扶了他 然後讓他沒有受到 很嚴重的這個傷害 其實這個就是神明慈悲的地方 神奇的土地公救人世紀 慢慢在鄉裡間流傳開來 讓這一尊一度成為流浪神明的福德正神 一切成為地方上的守護神 說到了守護鄉裡 不少鷹廟也扮演著這樣的角色 在車水馬龍的台北市鬧區 就有這麼一間知名的姑娘廟 不到兩坪大小的小祠堂 供奉著一尊牌位 上頭寫著蘇氏彩雲 她到底是誰 為何被立廟工人殘敗 蘇姑娘因為當時是瘟疫流行 所以死掉死了不少人 那都葬在大街這個地方 相傳蘇姑娘出身台北大稻城 家境優渥 但十三歲那一年 卻死於清末的一場大瘟疫 家人蓋了一間一廟即是她 沒想到顯林氏基平傳 廟還越蓋越有規模 這邊以前是一個違章建築 然後是一條小路 大概只有差不多三十的地方 可以進來 就是有五六個歐巴桑 蘇姑娘跟她 抱大家樂的名牌 愛國獎監的大家樂名牌 所以才有今天他們出資本 來蓋這個蘇姑娘廟 受人禁養的蘇姑娘 只是因為會報名牌嗎 那倒未必 因為當地處在台北市八大行業 最盛行的區域 據說常有特種行業的小姐 到這裡祈求業績長紅 往往都如有神助 但更懸得還在後頭 這位信徒的女兒離奇失蹤 交集的媽媽報警後 跑來求助蘇姑娘有用嗎 結果隔天到晚上 我說她說今天會回來 她是說今天會找到 那兩點我需要拜喔 拜拔杯 不管怎麼拔杯 蘇姑娘都說 今天就會找到女兒 真的嗎 明明前一天才說找不到 怎麼今天又改口了 第二次她也不... 意思說她在吃你不要緊張 叫我不要緊張 沒有說啦 那我在第三次她才好 我收起來 我趕快去找 拿安全帽啦 拿衣服 外套啦 結果回來她站在這邊了 女兒是綜藝天后 竟然自己出現了廟門口 難道是冥冥之中 有什麼力量引導著她 意思說她要拜 我不要緊張啦 她會叫人家去安排 她就不保重 她有保重 結果又帶回來 拿衣服又帶回來 她是很靈啊 信徒口中很靈驗的蘇姑娘 在網路世界也很夯 不少網友分享她們的經驗 說她是最有靈性的小妙 甚至有人在凌晨3點 看到穿著白衣的女子 在她的排位前遊蕩 真的假的 當初我知道是來拆的時候 做這地面的紅磚人行道的時候 就是機械無法工作 為什麼政府一度想拆除了小妙 怎麼拆就是拆不了 他們的這種機械只要靠近過來 就故障了 是巧合嗎 還是有一股看不見的力量 在阻擋拆廟無法證實 但每一年 農曆7月26號 蘇姑娘誕辰前後 廟房總會上演好幾天的歌仔戲 而經費來源都是來自於 四面八方的新途捐獻 為了就是答謝蘇姑娘的幫助 我在工作的時候 有通靈的人講說 因為 楊先生你後面有兩個人在 有兩位在保佑你 你自己也要小心一點 安定里保護廟公的就是蘇姑娘嗎 那麼另一位又是誰呢 原來在蘇姑娘排位隔壁 還供奉著一尊土地公 據說一樣靈驗無比 為什麼土地公託夢要信徒燒金紙 原來她在前一天為了想應金紙環保減量政策 原本要燒的金紙只燒了一半 結果讓土地公不開心 我是說不要燒這麼多啦 這樣不行啦 有時候還要換下去啦 燒一空聽不懂這樣啦 我這樣刺你聽不懂 趕快那一天早上吃一吃 趕快去再套 我包好了啦 趕快一大堆再給它弄進去啦 睡得很好的時候 睡得很舒服的時候 然後有人會 有人會跟你拔頭 然後跟你講這 什麼事情你應該這樣做 不應該怎麼樣做 入夢指點廟公做事 這未免太選了吧 或許蘇姑娘或土地公 她們的棄生之所都只是小廟 但她們的顯靈事蹟無數 彷彿就像是另類的地方守護神 默默的庇佑鄉禮 成為台灣特殊又多元的 宗教文化之一 說到土地公啊 我們第一個聯想的畫面 都是慈眉善目吧 但是我們帶你來看到這個事件 台語說是土地公太人 而且後來還被審判 判什麼呢 判他必須把這個廟產給讓出來 給變賣當作死者的喪葬費用 明天你一定覺得很不可思議吧 土地公太人 這個事件可不是空穴來風 講了這尊土地公是在進兵節目 為什麼呢 我們進一步看去發現 他讓出了整座的土地公 這個廟都把他讓出來 讓給誰呢 讓給這個三三國王 讓他當主神 因為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發現了 這個說來是有 圍償裡的神位的安排 大家就看不懂了 原來背後 暗藏著土地公 成淵戴穴的故事 我記得當小孩那時候 就聽很多人說 土地公太人 我說土地公是神 怎麼可能去太人 不可能啊 總給人慈眉善目 好好形成印象的土地公 怎麼可能會是殺人兇手 但這一起害人聽聞的土地公殺人事件 的確記載於南洋博物館發行的 這本書裡頭 事發地點就在現今的 宜蘭圓山大湖地區 此間先撥回清假慶年間 大湖地區 早就叫做金大湖地區 這個湖地區 是按這個土地噴出來 是天然的 青草加慶年間 差不多現在差不多200年 那時候是當山過台灣 有一個鄉主來的人叫做 江月高先生 他就召集80人來到此地 肯定重量 他贏的就是這個 金大湖地區的這個水 根據文獻記載 當地能夠成為鮮明安家立業的地方 得歸功於當時的肯荒領袖江日高 要想把技術好啊 咱們就得有牛對不對 對 養成這一塊好地的時候 80人 他就把它切做80分 很公平的分配 讓家家戶戶都有飯吃 這就是我們大湖 80點大湖80店的由來 只是以江日高為首的大湖80店 究竟和土地公殺人事件 有何關係 當然這個過程當中 是非常辛苦的 當地的一些水土不服 然後甚至像張毅力氣 或是疾病這些的侵害 那有這些外在的因素 那這些移民 對於這個神奇的保佑 就有他的需要 當時的這個開崩子 把這個地方做好了之後 那也是很公平的 這個江日高把這裡分成很公平 分成80份 那他會把自己部分的地捐出來 也是感念當時在這裡的一個 土地公的一個恩責 他也是認為說 有土地公的保佑 他們才能夠在這裡平安的開崩 為了感謝土地公庇佑大家開墾順利 將日高布置捐地給他老人家 還蓋廟供奉 或許你會好奇 這不是美式一樁嗎 沒想到他的好意 居然成了土地公殺人事件的防凶 這故事得從有一天的清晨說起 有一天天頂了 他就想說一早起來 他想說去菜園搬一些菜 走去那時候 我看到一顆人 打賣他的餐廳那裡 他走近一看 發現他已經沒有血絲 沒有氣 神經斷氣了 他這個面部看起來 又不是在地人 是外地人 他就想說 這人命關天一定要來補冠 但是 這人不是我帶的嗎 恐怕是怎麼樣 恐怕是這個秀財很兵 有你講不清 因為在清朝的制度來講 如果說在你的土地上 或是在你的房子附近 發生了類似的命案 地主就要負一些責任 因為你們要善盡一些管理的責任 這是清朝當時的一個法律規定 害怕被五密師拖累的天丁 集中生智 把屍體拖往隔壁的田地 那個蟬 是因為這個隔壁的阿虎 人家也很顧 他就想我這個人 這麼奧道去海外的這個 储兵後面去抓去 抓去台頭看要怎樣 所以他人家刷過 他也要趕快抓回去 把那個阿虎假裝通風報信 他說 不要啊 不要啊 阿虎啊 你的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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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也偷偷把屍體挪往旁邊的田地 可沒多久 就有人發現屍體還報了官 對 官員就說 有 這棵人倒的那個蟬 那蟬的主人是什麼 大家就一口同聲說 那是土地公的 有 紀念是土地公的 土地公要負責 這棵人後面不是要去山葬 要去抓去草 抓去台 這棵人 我們來用土地公的這個蟬 把賣賣來賭 大家知道嗎 有什麼意見嗎 大家都鴉雀無神 或許大家都怕 被貼上殺人犯的汙名 因此明知道土地公 只是一尊木雕神像 根本不可能置人於死地 卻任由沉默螺旋發酵 讓他老人家蒙受不白之冤 後來 只要有人痛冤枉 他就要去冠軍了 他就要去冠軍說 大家來喔 大家去冠軍 到底說台人啊 到底說台人 因為到底說台人 根本就是被冤枉的 不光被誣陷是殺人兇手 還被判刑 必須賠償死者的喪葬費用 要說這一尊土地公 是全台灣最悲情 一點都不為過 因為接下來的故事情節 更是急轉直下 套人家居然連七身的土地公廟 都讓給了三山國王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讓土地公得讓出主神的大位 自己退居三山國王的部署 時間先回到清朝末年 當時山區的原住民和平地住戶 經常發生衝突 由於大胡八十殿都是外來的拓荒者 沒有什麼可供防衛的措施 唯一的依靠就是求助神明 一般土地公的形象 都是一個園外的形象 和蔼可欣的一個老先生 那他可以忽悠這些人民 但是要抵禦外來入侵 可能大家都認為說不如一個武將 後來有個農民叫做十三才 為了保衛家園 特別前往唐山 請回傳說是山神出身的武將 三山國王 那他覺得三山國王比較威武 那在原住民入侵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覺得這樣他會比較心安 我們現在講三山國王 可能都是韓愈 影射到他身上 那韓愈被扁到草州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因為天降大雨 那他去祭祀當地的山神 有三座山 當時就解決了那個水患的問題 他的後人也把韓愈 把他影射成為 他就是三山國王 只是三山國王 真的能夠保佳衛名嗎 當地齊老是言之作作 老一輩人說 是說 當初原住民會出來出草 一時又變風 變成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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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說剛才下來 就來 就來 變成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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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民認為 是三山國王顯霖 保護了大家 因此決議建廟供奉 只是找不到適合的廟地 最後把腦筋動到土地宮的身上 在伯伯得到土地宮的同意之後 姓名將原有的土地宮廟 改建為三山國王廟 不過改建後的廟宇 神像擺放的位置 卻叫人匪夷所思 在治理 土地宮居然是擺在位階 僅次於主神的龍邊大位 而神格比土地宮高的包宮 則是擺在虎邊 龍邊的位置 它的位階一定是大於虎邊的 那我們會把土地宮放在龍邊 是表示對它的一個補償 也是一個尊重 那包宮放在虎邊 並沒有貶低它的意思 那其實神明是不會計較這件事情 但是對於當地人民的一個 心理補償的作用 它就會把土地宮捧高一點 因為土地宮本來在野 所以土地宮就一大於一兩邊 在民俗專家眼中 這樣的神位配置 其實還暗藏玄機 還記得當地曾經發生的 土地宮殺的事件嗎 土地宮原本擔了罪 蒙受不白之緣 所以當地人會有一個補償的心理 我們把公正無私的包宮放在虎邊 讓這個土地宮覺得說 我已經 雖然我擔了罪 但是包宮看得清清楚楚 我並沒有犯這些罪 那給土地宮一個心理補償 或是安慰的一個作用 後人透過巧妙的安排 算是替當初無辜當下 殺人罪名的土地宮 稍微討回一點公道 也為這一起地方傳奇 暫時畫下完美的句點 在宜蘭東山有一個太和村 在這裡我們帶您來看看 它的一間土地宮廟 它是全台唯一的一座 供奉日本土地宮的廟宇 這個日本土地宮說穿的 它其實是當年日治時期的 一位林務員 他的名字叫做小林三郎 小林三郎先生 當年他常常非常好心的幫助 貧苦地住在附近的這些人民 讓他們可以進去 檢食一些木材來貼補家用 他就張一隻眼逼一隻眼 甚至有上級官員 要來督導要來檢查 他都還會通風報信 但後來小林先生他過世之後 當地民眾非常感念他的善心 因此把它寄奉為當地的土地宮 您別看他小小一間廟宇 它可是當地人民的信仰中心 很多不可思議的傳說 就陸陸續續傳開來 比方講你掉了東西 來到這個地方來祭拜 很快東西就找回來了 甚至小小一間廟宇 還曾經發揮不可思議的力量 幫助當地的村落 性的避難躲過了水患 放眼望過去四周全是茶園 仔細瞧瞧大榮樹下 似乎有間小小的廟宇 沒仔細注意還真看不太到 原來是間土地宮廟 擺放著簡單的貢品 插著幾柱箱 雖然說是土地宮 看起來卻不像台灣臉孔 村民口中的小林嫂就是這位土地宮的名字 她可是全台灣唯一一間的日本籍土地宮 說起土地宮是台灣最普遍的民間信仰 俗話說甜頭甜味土地宮 就是形容到處都能見到 就像是神明界的村里長 守護者 父親居民 我是誰 我是土地宮 我借錢給百姓呢 是結其燃眉之急 就其於水火之中 這樣一來呢 大家其樂融融多開心啊 對不對 說來說去 一個日本來的巡山員 又是怎麼樣成為土地宮的呢 聽村中的其老娓娓道來 原來這位小林嫂名叫小林三五郎 是日治時期被派駐到宜蘭山區 看守珍貴木材的巡山員 以前那個騎老口傳下來的話 在我印象中 他去做一點工程的錢 他在巡山的話 絕不能發生有套材這個森林 套材這個木材都竟然發生了 被派來管理山林的巡山員 怎麼會成為鄉底守護神 有一段溫馨的故事 那個時代 剛才比較緩緩 就是算說 大家都要煮飯 兄弟什麼 都一定要用茶 無家事 所以大家幾乎都要聚茶 聚茶都要在這裡過 小林三五郎 雖然奉日本當局的命令 管理太和村森林裡珍貴的木材 卻十分體恤當地辛苦的村民 地方的人會這麼多吃甘蔗衣 就是說 他跟這裡的村民 有約會 約束 一個約束 一個約束 好像說 我給你們方便 你要讓我 不可以讓我 要讓他落台 所以說 如果你們來這裡聚茶 聖言 關風所長的木材 不可以跟他做 如果如果是風胎 做風胎 風頭部 等月 或是十月 關月 你們促等乘 大家都要乘茶 你好 你好 看到村民入山撿木材 是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碰上上級長官來巡視 還會通風報信 爭取時間讓他們逃跑 很快的小林三五郎 就跟村子裡的居民打成一片 在日治時期 嚴加管理的年代 他還是冒著被舉發的風險 盡可能的幫助人 沒關係 他手腳腳腳腳 他就是他工的位置 譬如說 夾工 阿工 一般在講就是 第一 他也有這隻蝴蝴 他這個 他也有這隻蝴蝴 所以說他證明說 這裡出兵 以前這裡有 差不多30號在這裡 他說 我們 你們不需要養那麼多 我們經濟不太好 我們不要養那麼多 這裡來農會是不難 這樣 我都有養 夾工 阿工 阿豬 阿豬 他們有水 都會來這裡 他免費 服務 專養工的家畜 提供給村子裡的人配種 這還鬧出了一件笑話 有一個裡面有一段比較 比較比較的就是 甘地獄 少年桑他就好像說 不是專家 他說 這樣 這樣好像 不可能 不知道一次 會OK 他說 沒關係 你們這次 他還給我 沒問題 沒問題 所以之後 說到 沒問題 少年桑甘地獄 不僅如此 彩合村ared產好茶 他就在村子的 碧京之路 擺上茶壺 讓行人解渴 來這裡 這次 小林三五郎生前就是太和村的守護神 台灣在光復的前一年 他已高齡80歲過世 之後就是換中國政府來的時候 他也還有派通過代表的藝術 算來這裡執政小林三這個職務 來這裡這個職務的時候 那個人跟小林三他的作法不一樣 他就是好像說 不知道是個人的行為 他就好像說 水道也很壞 說我們不可以聴查 或是稍微聴查 像以前的說聴查 他都很難找 沒想到後來接手的官員 態度囂張拔滬 跟小林先生相比 有如天差地別 也讓太和村的村民 更加懷念這位好心的日本人 那人如果沒什麼錢 就用鐵路一間的酒頭廟 比這間比較大間 小林先生是外國人 相傳在陰間沒有戶口 所以村民為了感念他 幫他立了一間有應宮廟 讓他不會成為無主孤魂 小林三也很客氣 人也很客氣 他就中了說 有人也有人說要幫他 翻牌了啦 他就這樣說 我這樣就中了 我這樣就中了 也有說要跟他爭金針 金針啦 爭金針 爭金針啦 過去又要跟他爭金針 是他說 你如果這樣就好 原本指示間有應宮廟 又是怎麼會升回土地宮 有段奇妙的故事 藍不成小林先生 真的晉升成為土地宮了嗎 地主趕緊跑到大廟想詢問神明 沒有想到還真的有這麼一件 一回事 當地居民趕快舉辦晉升科儀 讓小林先生正式成為土地宮 住在太和村的村民 大小事都會來問小林長 他也有問必答 我們這邊有一個 他是做過退土機生意的 結果他那個怪奇話 我們說怪奇話嘛 發土機啦 結果被人家偷走 他找不到 很久都找不到啦 東西不見來拜小林長 沒有想到才剛講完 東西就找回來了 除了會幫忙找失誤 小林長還曾經替太和村擋掉了水災清洗 我去布上面有一個藍沙坡 要來這裡才有 我去 才有八百公斤 要去藍沙坡 在那一年我忘記的 這鄉親坐幫布 布放在這裡 水流在這裡來 水流在這邊有過 我家裡也都被流去見面 這個流在這裡 現在現在差一段 就是流在這裡來 眼看水就可以要淹過小廟 地主趕快來帶拖小林長幫幫忙 我就跟她說 小林先生 大堆在這裡 我們的城 我們的城都叫老的 家裡也有叫老的 你的廟宇這裡 沒流到我 就要救她了 我現在沒辦法 你怎麼沒有拼到這裡 神奇的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水居然馬上就退了下去 讓附近居民都感到相當不可思議 差不多十二分 差不多二十分 到十二分 十二分 二十分 這個水流到過 不再繼續流 小林土地公的事蹟 廣為流傳 甚至連他故鄉 日本 民國的後代 都知道了這一位 在異地成神的祖先 希望能把他迎回日本 原住室裡面 兩碗那個就是 日本民國11月的鐵匙帶過來 來這裡 他說如果有 如果找到他們的親人 想說要把他帶回日本人造幾種 從巡山園變成了守護鄉里的土地公 在太和村村民的心中 溫柔的小林先生 將會永遠守護著他們